如果说15世纪的欧洲人麦哲伦发现了新大陆 他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然而我父亲有一天也无意中发现了正在建设的深圳特区沙头甲 记得小时候我们在霞中居住的时候 我常常跑到礁石上面去 看着远处蔚蓝的大海 听大人们说这个大海往外延伸 可以延伸到香港 延伸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南洋 可以延伸到遥远的国度 于是我就常常在想 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在1984年在奶奶的帮助下 我们家里拥了一艘自己的船 这艘船可以装长、货物、可以打鱼 然后在一个 这一天我父亲接到奶奶从香港发过来的电报 上面说她已经买了一批货物 已经办好了报关手续 这个货物已经叫人家运到香港沙头角的丁字码头 叫父亲某一天确定一个时间就开船到丁字码头去 把货运回老家 于是父亲就请了我们当地的能够开船去香港的河之阁的舵 他们有一天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 就开着我们家的自一艘渔船 往香港死去 父亲有点晕船了 因为毕竟是在我们叫做岸上人 住在陆地上的我们叫岸上人 住在船上的我们就叫做水上 父亲会晕船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风浪的波折以后 虽然是风和日丽 但是你把船开到海面上 它始终是有浪的 父亲看到一个 走到一个地方 听到当当当的声响 他就忍着这个头晕 扶着栏杆就站了起来 你看一片热火朝天 建设的景象 由于我的父亲曾经当过铁道兵 参加过铁路建设 他也在铁路铁道兵的指挥部那里工作过 他一看这是一个建设房子的工地 当当当的声明就是打装机 垂机这个装住的声音 他远处还有几栋已经盖好的房子 然后靠近海边正在进行着填海工程 然后堕工就是堕手告诉父亲 再往前开大概半个小时 就能到达目的地 香港沙头角的丁字馒头 父亲很快就知道 我正在建设的地方就是沙头角 那他想如果我们在这里要有地方 有房子 家就在这个地方 以后去丁字馒头进货 那不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近吗 父亲当时就是散进了这样的一个面团 不到半个小时 这个船就在填头角的丁字码头上面那里靠岸了 这里有一位父亲的好兄弟 叫李长发 他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父亲的船靠岸和长发书李长发 他简单的寒暄几句 就几个人就合力把这个货物都搬到船上去了 他们在码头上简单的吃了一点东西 然后就匆匆忙忙的要离开 因为怕长发书呢 也站在码头那里挥手向父亲告别 父亲也不敢做生 也不敢葬生 然后只跟他低声的说 我们会再见的 于是呢 这个渔船站着满宅的货物呢 就回到了我们老家 父亲回去之后呢 把这批货物就变卖 然后就有产生了一笔不小的收益 经济 有一笔不小的经济收益来源 然后在一个晚上 父亲工作完回家吃过晚饭 他习惯性的就拿起了这个阳城晚报 在某一版的右下角 他看到了一个 他看到了一张非常熟悉的画面 广告 广告上有图片 父亲一看 这不是那天我坐船的时候 从海上看到砂头角 这个情况吗 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哦 砂头角海淘花园购房入部 九万元起港币 首付三成 然后有些小字哦 有一些要求是要香港人才能购买的 哎 父亲一看 这九万港币 我现在家里 也有几万块钱呢 然后跟母亲一起核算一下 家里也有两万多人民币 那时候换算成港币 也有四五万 首付三成 而且是九万 那贷款四万就可以了 叫做供楼 然后父亲就非常的激动 在之前在船上看到的场景 自己头脑里面有这个想法 闪现一下 现在在阳城晚报的报纸上 竟然打着这种广告 而且自己的现金已经 换成港币已经有五万多了 只要贷款四成 只要贷款四万左右就可以了 于是呢 父亲呢 就与在香港的奶奶 取得了联系 因为要靠用奶奶 在香港人的这个名义 才能购买的 奶奶很快就同意了 跟父亲回了电报 然后父亲呢 就带着这个四五万的现金 港币来到了我们沙头角海桃花园的塑楼处 到了塑楼处才知道 这个九万元起是那些没有建好的 还在规划之中的那种叫楼花 就是九万元起 然后已经盖好那个县房了 就要十二万港币 然后父亲当下就决定了 他要买的就是现成的 并不是楼花 一次呢 父亲呢 就交了这个三成的首付 也就是四万多万 然后签码合同 销售人才跟他说 你这个要贷款 贷款呢 还有利息 然后你交了四万块钱的首付 然后算上利滚利呢 你仍然还有十二万块的贷款要还 父亲当时也是咬咬牙 就把这个合同签了 把这个钱交了 于是呢 我们家交了四万多块钱的首付款 仍然呢 还劝银行十二万 这跟之前广告上说的九万元起 那个出入的确是有点大 然而父亲并不惧怕这些 他看到的更多的就是 深圳特区 尤其是沙头角这个地方的发展前景 即使是有这样的勇气 我们家仍然是 负着巨大的压力 父亲回到霞聪镇 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之后呢 我们也感觉到 心里面的无形的不安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很快就要搬家了 刚刚搬来霞聪镇 才五年 不到五年后 马上又要搬到一个新的环境 叫做深圳沙头角 心里面也是有忐忑的不安 同时也会隐约的会感觉到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到了深圳这个地方去生活 然后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以机遇 好了 这一篇父亲发现正在建设之中的沙头角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知道 我们去了深圳沙头角 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 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发展 我的学习 交朋友方面 还有父母的这个生意 尤其是这个非常巨大的 贷款的经济压力方面 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 请你关注我 请你关注我的畅销书改变 我是金上廷 我们下次再见